既卖胡辣汤不能使用逍遥症之后 卖肉家伯也不能使用同观俩字了 别问 问就是割韭菜 问就是商标在我们协会手里 别人不能用 说的高尚点就是 得维护品牌荣誉 为了行业未来 是大家都知道了 河南几十个商户被告了 状告人是陕西同观肉家伯协会 原因很简单 卖肉家伯的门头店 带了同观俩字 被要求赔偿三到五个W不等 如果想继续使用 好说再拿9.98个W 这年头啊 小商小贩不容易 上来伸手就要好几个W 合理吗 合情吗 合法吗 带着三点一问 两位教授上网一搜 好家伙 所谓的同观肉家伯协会 成立于五年前 注册资金五个W 可官司已经打了200多个了 遍布18个省 钱指定没扫赚呢 此树是我栽 此路是我开 要想打死过 都懂的 两位教授上网再一搜 有条文规定 地名不能呈商标 可对之前已经注册取得的是有效的 对 同观肉家伯注册的枣 枣被拿捏在了某些人的手里 商标既然已经注册 那说明啊 合法合理 但两位教授搅的呀 不大合情 你胡辣汤也好 肉家伯也好 各地无数特色美食 当年都是靠无数老乡走南闯北 一点点积攒起来的好口碑 好名气 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的传承 咔 你现在突然注册个商标 上级就要薅一把 你吃相太难看 你招这么下去 武汉热干面 北京炸酱面 兰州牛肉面 还有M3东的早庄烙子鸡 林仪炒鸡 都可以广发律师函了 坐等收钱了 可那样 各地家乡美食 推广之路 基本就堵死了 现在看看 还是人家沙县小吃 格局大呀 统一标准 开放共享 从福建走向全国 店面 遍地开花 人寿外号 传统饮食的国化食 还有M3东的扇县羊汤 大家都可以随便使用 这才是格局 这才是为了行业 未来 为了家乡美食的发展 建议多学习 多学习吧 好